歡迎來到吳董談大選 我是RJ 大選看吳董 2020台灣選個好總統 我們今天還是 歡迎我們的主講人 吳子嘉董市長 大家好 董事長 昨天啊 有一個 沒有太起眼的新聞 可是呢這個可以串成一個大的故事 就是我們畫面中看到的這位 陳怡民 他現在是國民黨的不分區立委 他本來呢 是要回去高雄選市長的 結果他在初選裡面敗給了 韓國瑜 他很大氣啊 他後來擔任韓國瑜的這個 競選總部的發言人 結果他發文了 他說選完韓國瑜連一聲謝謝都沒有 是怎麼回事呢 因為韓國瑜給人家的感覺是 親民 接地氣 你那我在 胡群勾擋一大堆嘛 那你看還有黃文財啊什麼都會帶他去酒店什麼的 這樣子的人 怎麼搞的也不會說謝謝啊 不只他 那後面還有 楊秋興 前縣長 欸似乎也這樣子說哇出來爆說 他跟韓國瑜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欸 那之後咧還有一個 昨天宣佈退選的 王金平前院長 王金平前院長的聲明第一句話先寫三三造勢喔 他起手事先寫三三造勢喔 欸 很明顯的在暗指說 韓國瑜 沒有跟他說謝謝 欸董事長這一連串看下來 過河拆橋難道是韓國瑜的習慣嗎 還有一個更大咖 吳敦毅 吳敦毅也被他辜負了 你把他忘記了 就說政治人物喔 對這個支持者或是幫他忙的人喔 用完其丟 那韓國瑜不是台灣第一個嘛 對不對 柯文哲也是一樣啊 用完其丟 就是他 他沒有把他幫他忙的 因為 競選幹部不等於 所謂的這個 市政的治理幹部 就是一個叫做我們叫做什麼 就是說 有一句古話嘛 上馬殺敵嘛 下馬搬路步 對不對 就是說你能夠 上馬去殺敵 能夠打天下 你說 現在譬如說我的好朋友 搶搶棍 我們三八啊 講到很好的怕天台的卡銷嘛 把你高雄打下來 那你能夠給他當局長嗎 給他當市政幹部嗎 他沒有公務員資格 對不對 他也沒有 特任官看起來好像威力也不夠 所以他沒有辦法 所以這是一個 民主社會的常態啦 另外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事情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任何民主選舉都有一個特性 有一場選戰 短打 短期要六個月時間 對 要長期要打到一年 如果一個正常有工作的人 會陪你玩一年嗎 不可能 不可能啊 那我這個月我吃飯怎麼辦 你知道吳敦義為什麼 這次會輸掉你知道嗎 就是他要縮短他的作戰時間嘛 他認為說你 韓國瑜不可能出來啊 是 那我吳敦義可以啊 所以他在 這個 新北市長交接典禮的時候 就告訴大家說 我要出來選總統 然後就沒消息啦 就希望等到過完就立年以後 他省點錢 他的選舉經費可以節約 然後再來 扣人嘛 因為你扣人 你找競選幹部的時候 大家都正常工作啊 對 像 我們這個在這個北市府的時候 那個小凱就是這樣子啊 他正常工作啊 小凱優秀啊 他是很高級的幹部 就是他為了你選舉 三個月五個月 沒頭髒 沒頭髒 他年輕人 還有一點這個沒有家磊 對 還有他為了熱情 他可以跟你拼一下 拼2014一次可以 拼2018可以 2020他就不要啦 因為他有生活問題啊 所以 在競選幹部找到好的幹部啊 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除非什麼 除非政黨 政黨有能力 因為政黨平常養很多人 像民進黨的黨部裡面 養了一堆人 文宣部 新聞部 組織部 社運部 一大堆人 這些人平常在做聯繫工作 他在一單到動員的時候 他們就是一個兵團 是 進駐 馬上架口 所以必須 他們就是平時如戰時 訓練一批這種人 國民黨這方面很差 國民黨都養黨工嘛 國民黨黨工以前的習慣是這樣子 國民黨就是買票 你提名就是當選 所以他黨主委是幹什麼 就是收紅包 你要給我搞情 國民黨以前在選舉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國民黨看到酸禮味 酸季啊 不好意思 阿傑你要選理會對不對 是 不然你嚇人家沒辦法給我看 蛤 要演主委呢 蛤 你沒錢你要選頭上一槍喔 不然誰負他選 我出錢負他選 我主委呢 沒有啊你國民黨那有錢 你負錢給我選 我認財 你認財 國民黨就 國民黨都不認財 從來都不說認財 拜託 主委坐牙 為什麼大家當主委 過去要當主委 主委就是可以提名嘛 提名幹什麼 收紅包 不是收紅包啊 你要每個人都搶得當主委 就是你要當 所以國民黨為什麼沒有人參加 他論資排輩要講關係走後門嘛 到今天還有這個味道在 現在從 從2018開始到今年 改了 因為沒錢了嘛 是 開始搞民調嘛 就跟民進黨一樣嘛 但是他是這個 話虎不成反內全啊 東師笑品啊 民進黨這個民調的背後還有很多的故事 他不理解啊 因為民進黨本身的選戰的過程 他沒有 他沒有國民黨的這種 軍警勤特的過去的系統 所以他就用一個最先進的 最科學的方法 就用尤雲龍老師 引進了一套 新的美國的民調系統 在民進黨中央成立了一個 大型的民調中心 就靠民調來收集情報 來判斷選情 然後新的社會的變遷 所以民進黨的打仗的方式 跟選舉的方式 從一開始跟國民黨就不一樣 有一個最開始的不一樣哪裡呢 免開啟 就是我就是 不斷不斷 不是說免開啟喔 選去又賺錢呢 選去很多人 監困選區還沒條 哪有很多人去選 不好意思 沒款嘛 去沒款 人家賺錢嘛 當時 你做總統 你去法連選沒條 沒關係我拼了聽你拿去拿去拿給你 你看有沒有那個 陳水扁的女兒出來罵人 你哪有一個沒拿給我們老爸的錢嘛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勁動很重要 那現在回到台台韓國瑜 韓國瑜不能怪他 韓國瑜一口人嘛 他們國民黨是亂七八糟 沒有組織性的 他們也沒有文宣 國民黨是不會打仗的政黨 韓國瑜到了高雄以後呢 就變成一個拼裝車 連陳一鳴也進來了 王金平也不是一開始進去的 也是因為到了823水災之後 然後 第一桶金還是磕粉嘛 因為磕粉在網路上 讓他 創造一個很大的奇蹟 就變成韓粉嘛 所以第一桶金就是磕粉變成韓粉 在網路上 攻佔了網路的市場嘛 所以20 29歲 大家要記得 我現在講的計畫很重要 在去年9月份的時候的 第一批的 這個所有的韓國瑜的這個鐵桿部隊 是 20到29歲的網軍 是 對不對 那如今安在 跑光光 現在旁邊剩下誰 剩下傅崑琪嘛 剩下這個 張立善 剩下張立善 這些地方派系嘛 對 所以他現在支持他的人 跟在 去年勝選支持他的那些的種子部隊 完全兩套啊 兩種的你知道嗎 做什麼變成這個樣子 因為韓國瑜本身 或國民黨本身 他們不培養人的 他們沒有系統性的 民進黨有系統性 民進黨的派系有系統性 有訓練 有培養人才 國民黨沒有啦 國民黨每次知道 選舉才有人 還有一個 國民黨是什麼東西 國民黨是個分贓集團 對 我現在要這樣講 所以韓國瑜 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對陳奕明做這個事情 我一點都不疑問 但是我講很簡單一個概念 領袖 我把它分成三類 我要這一段很重要 第一類領袖叫什麼呢 第二領袖叫做魅力型領袖 韓國瑜就是魅力領袖型領袖 他是Christmatic 他有非常強的魅力 就是Christma 他有這個Christma 他本身很有魅力 他這個魅力 出來以後 群眾就跟他走 你知道吧 就是他有特殊魅力 台灣過去誰有這種魅力的 陳奕明 陳奕明 有這個魅力 魅力型領袖 然後第二點是什麼東西呢 第二點叫做 叫做分配型領袖 分配型領袖 陳奕明也會 拿到官位 我開始分你 所以當官分錢 給你 挺立委 貼你募款 有沒有 他把募款 然後給他錢 然後他去被官 然後官員貪污 一起來 挺派系 這叫分配型領袖 這是第二種 分配資源 第三種叫理念型領袖 誰是真正理 台灣真正理念型領袖是誰 你知道吧 李登輝 他一開始就想搞台獨 所以李登輝是唯一在台灣民主化前期的 一個人具有三種 身份 身份在他身上 他有路線 他有理念 李登輝有魅力喔 對 因為現在跟你說一下 哇 這 李桃啊 你說話 都嚇到萬高 人人上口 第三個分配 李登輝超敢分的 黑金都是李登輝搞出來的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把韓國瑜定位是哪一種 魅力型領袖 魅力型領袖 眼中有什麼 群眾 他除了看到群眾以外 他看不到任何人 他會不會分配 他分配的結果 可是韓國瑜是一個 一個政治上的一個 奇蹟啦 什麼奇蹟 柯文哲是個素人 突然間冒出來的 他沒有包袱 柯文哲就是魅力型領袖 所以他 對這個 理念的部分不清楚 對分配部分 他不會 不執行 不會 他不會貪污 他不會貪污 可是韓國瑜的家族 包括李嘉芬的家族 他們都是 主親禁地家族 是 所以他們懂分配啊 對 可是韓國瑜有沒有 有沒有理念 沒有什麼理念 草包嘛 就沒理念嘛 所以韓國瑜有兩個條件 一個是分配型 一個就是他的魅力型 他靠他的強大的魅力 獲得群眾的支持 可是 分配的時候呢 很抱歉 不跟你分 不是他分給自己人 李嘉芬家族跟日本嘛 對不對 那他剛開始的時候 好朋友給你 好朋友給你 所以那陳怡民這個人本來就要不重要 發言人不是很重要 他搞不好認為說 我給你當發言人是給你面子喔 陳怡民不要誤會啦 你以為 他會要跟你謝謝 他認為 你要跟他謝謝 陳怡民要跟韓國瑜謝謝 這個陳怡民根本把這個位置搞錯 表錯情 談到王金平這個比較嚴重 因為王金平當時的陸軍陸戰部分 是他幫他做 做初期的第一桶金 那是王金平 王金平為什麼那麼狠啊 本來應該他要支持王金平選總統嘛 他答應王金平要跟他選總統了 不是應該支持 你講這個話不對的 他答應王金平要跟他選總統 他沒有答應的話 他沒有答應到這種程度 沒有腐爛到這種程度 王金平會挺他嗎 王金平跟他過去有交情嗎 王金平跟他有什麼淵源 一起當立委啊 一起當立委 他小弟 他連王金平的辦公室 進去資格都沒有 他是菜好那種籍的 他睡咖嘛 他這個 黑咖咖啦 黑咖咖你聽到有沒有 像小蝦子一樣的黑咖咖啦 所以王金平是什麼 王金平是大哥大嘛 所以他答應了王金平 你知道嗎 他鼓爛嘛 所以你看他分配所 他都沒有在分啊 最後你看他另外一個人 李嘉芬在分啊 李嘉芬在分 就不是領袖在分啊 所以這個叫什麼你知道吧 叫做平姬師臣 太阿道齒 聽過這個成語嗎 有有有 就是母姬在負責 叫做公姬的事情 然後那個太阿保健 應該是要直的立起來 把他道齒過來 這叫什麼 陰陽顛倒 所以韓國瑜為什麼必敗在這裡 因為旅主當政 就旅主當政的話 這個曹綱一定混亂嘛 那王金平這個一定是他答應他的嘛 他答應他 王金平不是神經病突然間跳出來選 王金平知道他自己沒有魅力嘛 沒有這個強大的高雄幫的背書在國民黨奪權強不下來嘛 你看他今天在國民黨內奪權 就是 韓國瑜在奪權嘛 韓國瑜的國民黨已經跟 吳敦英的國民黨分庭抗力了嘛 對 又強又有力量又有群眾 現在問題是 現在那個群眾 全部是南軍的群眾嘛 所以韓國瑜 就現在會 會投過來 炮打吳敦英 看到沒有 看到了 這個過河拆桥啊 這個過河拆桥能不能怪他 不能怪韓國瑜 因為國民黨太肉腳了嘛 只是韓國瑜我們剛剛講三種分類 他有魅力嘛 那你沒有魅力我當然吃你嘛 很簡單的事情嘛 我為什麼要看你的頭臉 我藍而自大自在四方 我選總統 是我的 願望嘛 我沒有本書 沒有這個卡通要吃這個下油的林王學生書 但是主要是誰叫他選舉 李嘉芬叫他選嘛 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李嘉芬分配以後 變成怎樣 他的當時的一個老幹部一批人 就是這一些政大中亞所 包括張武岳老師啊 還有這個黃文財啊 還有一大堆的姓陳的姓黃的 一大一大票 包括 新新聞的一些的領導 在他漏爛的時候挺他 結果到分配的時候呢 黃文財一個人 去當一個撩錢公司董事長 其他人通通出局 被每一個人反過頭來 你過河拆橋嘛 你把我當免洗餐具嘛 別的本事沒有 我給你罵兩句啊 抱你料的 抱你料可不可以 背後捅你兩刀可不可以 給你拍看嘛 所以他現在只剩下魅力 那分配是 別人在分配 所以他沒辦法硬朗嘛 他答應你的事情必須要跳票 所以變成今天很尷尬嘛 那票票完了之後 是你答應我 你跳票 那我怎麼辦 我給你幹嘛 我給你修理你就搞你嘛 所以他後面的事情會 層出不窮 你知道嗎 所以最近他發生的事情 都是因為 他這個過河拆橋 分配的不良 而造成的 這個事件 而這個事件就變成 所以變成一個 他甚至於自己本身去跟吳敦玉講說我是Troublemaker 那天是不是認錯 對我都去催他三下 砰砰砰 現在他怎麼做 他繼續當Troublemaker看到沒有 就講話不算數嘛 他那天是不是跟吳敦玉等於表示 有點 有點不會回嘛 對對對 要不會回表示有點 當小弟有點認錯嘛 結果現在怎樣 更求到 更求到嘛為什麼 他頭腦不清楚 他把他 三種領袖我剛剛講 一個理念型領袖你要有讀書嘛要有路線嘛 我要搞台獨嘛 我要搞經濟建設我要搞資本主義搞左派搞右派 講個東西出來叫理念嘛 一個是魅力他有魅力哇就花了四十萬人啊 那第三個分配嘛 你現在都沒有 你也不分給吳敦玉啊 吳敦玉有沒有給他四千萬呢 吳敦玉有沒有拿到錢給他呢 吳敦玉不講話 當然是有啊 如果沒有拿錢 他為什麼去跟吳敦玉 去跟他承認Troublemaker 不要忘記了 當時是蔡英文報四千萬 是我在電視上面報一千四百萬 你怕一個 去把吳敦玉報回嘛 吳敦玉手上有收據嘛 他就是這種人啊 不見棺材不流淚你知道意思嗎 他就是滑頭 然後我跟他只有魅力 然後分配不良變成怎麼樣呢 惹來一堆仇家 所以我一開始就講 匹夫無罪 懷必其罪 對 你把他大贏 我幫你打天下 然後你把我丟到一邊 變成免洗餐具 變成衛生紙用完即丟 所以這些被丟到的人 現在通通變成反對他的人 把他搞死 包括黃光群 是不是也一樣嗎 是 繁稅一百五十萬 為了一個幾十萬塊的事情 搞到吵架 是 敢不敢看見 然後被人傳出來說 小三上千萬 那我請問你 看到這個事情的人 我怎麼搞 對不對 我聽說某位 黃信幕僚 去年幫他做工一年只拿了五十萬 五十萬 幫你打天下打成這個樣子 很有過分嗎 很有過分的嘛 所以 陸陸續續這種事情 會還有後續的爆料 每次聽到董事長講這種故事我都很信心 我不是韓粉 我是柯粉 好等一下我們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吳董談大選 我是RJ 總長 昨天啊 黃金平前院長 宣佈退選耶 他說啊 他 不要參加那種 奇奇怪怪的 初選 然後呢 他也宣佈 他不會退黨 那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 我現在可以跟任何人配喔 如果朱立倫要找我配也可以喔 郭台銘要找我配也可以喔 韓國瑜也歡迎來談喔 看起來似乎是這樣子嗎 而且 所有的人都發表聲明 超怕他離開國民黨 韓國瑜馬上說一定要兩個在國民黨內 郭台銘也認為他是國民黨的重要資產 董事長 你怎麼看這個重大的政治動作 談這個議題喔 要回到當初啦 為什麼王金平出來選 到這個年齡喔 他真的今天要在國民黨 混個不分區立委 你認為有困難嗎 沒有 你認為要混個下一屆的立法院長 有困難嗎 也沒有 因為下一屆國民黨會過半嘛 是 對不對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王金平很輕鬆啊 那到這個年齡 人生都有一個願望 你知道嗎 他沒有興趣 再跟你 搞那些 這些過去 重複做的工作嘛 他總是有一點自己的理想啦 那所以他當時呢 他在支持這個韓國瑜的時候啊 他的 支持的韓國瑜的力度是非常非常大 恩 韓國瑜今天在高雄喔 為什麼會敗 你知道嗎 高雄的支持度下滑 你看 昨天我們看到他的民調 輸給蔡英文 對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跟王金平沒搞好 我講的這個道理在哪裡 第一個 當時王金平跟他談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包括談到選舉 你記不記得今年的一月份的時候 年初的時候 當時的 韓國瑜沒有想要選總統嗎 對 是後面發展出來選總統 為什麼發展出來選總統 因為要打朱立倫嘛 因為吳敦義要拿韓國瑜去修理朱立倫 朱立倫打掛啦 有效打掛 所以韓國瑜也出手去打 王金平也樂見其成啊 所以變成 吳敦義 用 韓國瑜 然後 打朱立倫 然後王金平在旁邊樂見其成 這個事情王金平當然高興啊 因為打下來結果朱立倫確實打掛 因為這個 國民黨的傳統是誰是黨中央嘛 因為黨中央有權力來 確定 來執行這個提名權 黨中央非常重要 那吳敦義是黨中央 所以吳敦義韓國瑜王金平當時的利益是一致的 把朱立倫幹掉了嘛 對 朱立倫幹掉之後 結果搞了半天假戲真做嘛 搞了半天韓國瑜要 會有意願了嘛 所以這時候王金平當然不高興 那王金平可是一直有意願到有確定啊 是最近的事情 因為當時有個問題就是說你高層市長怎麼辦 高層市長之後怎麼辦是不能解決的話 所以王金平的盤算就是說 你又把我打贏過要聽完嘛 你說是還不能解決的話 所以你不可能出來選 所以那個是虛招 但是打朱立倫是實招 而且成功了嘛 王金平當時是這個算盤 所以王金平在退選以後 身價確實暴漲 為什麼 你去看王金平 在全台灣的人脈 他跟各個地方派系 都有非常深的一個淵源 這有點像我們去 我們去觀光旅行也好 我們要有一個地圖嘛 有個low map 對不對有個low map 我們有一個地圖去看 因為政治本身啊 就是有人脈 你要熟悉台灣的政治的每一個角落的生態 為什麼我談政治的時候 談民進黨談得比別人清楚 因為我接觸幾十年嘛 為什麼柯P沒有辦法選總統 他走不出台北市 就是他對這個政治人家不熟 他看來這個好像很能幹 那個很能幹 雨昕也不錯 這個景俊也不錯 簡單的都是菜 但真正的那個政治深度的東西他們看不懂 因為他柯P從政時間才四年多嘛 他過去沒有嘛 所以他光是政治生態跟人脈 人的不把你怎麼說 就好像說你在做高科技 你在做電信產業 電信產業人頭你熟啊 我們在做創投投資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不是說你這個人 多厲害技術多好 不是你人脈多好 人脈是解決問題的第一要件嘛 好就看到王金平的人脈是第一好嘛 他各個黨派都熟 你沒有這個仕途老馬來帶路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好不好 今天 韓國瑜只認識兩個地方 一個是新北市部分 一個是雲林嘛 對 高雄到現在也不熟啊 連幾個行政區都回答不出來 對啊 不是 他不認識人啊 人不認識他只會選舉啊 韓國瑜給他明天去國民黨提名當選總統 各地方黨部 各地方會成立後援會 誰幫他當會長 誰幫他當主任委員 那誰幫他去動員去拉票 你要到地方上去敗票 你看這次在台北市 所謂的40萬人的集結成功 旁邊站的是什麼人 負婚級 小咖嘛 沒有重量級嘛 所以一看 為什麼民調馬上跌 因為那些人是負面形象嘛 所以韓國瑜為了要救民調 去搞了一個造勢活動就把自己搞得越 民調越舊越差嘛 對 因為 他的形象跟當初的形象不搭了 旁邊都是黑心比較多嘛 好那王金平 你剛剛講的 每一個人都他都會合作嗎 錯了 他絕對不可能跟韓國瑜合作嘛 啊 他 他 他是馬八的 萬壇 退出初選嘛 為什麼叫奇奇怪怪 奇奇怪怪是講誰 講吳敦義啊 不是奇奇怪怪的初選他不參加 對 什麼叫奇奇怪怪 就是現在變成全民調啊 不是啦 奇奇怪怪最重要的是 你要來登記參選嘛 喔 什麼徵招參選的奇奇怪怪嘛 我好酸臨我來酸基就盡雄酸基嘛 那你為了搞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辦法來讓 這個韓國瑜參加嘛 這才是奇奇怪怪 他本來的意思應該說 之前 他們的初選辦法 百分之七十名叫百分之三 對對對 但最重要是候選人嘛 是 你候選人 國民黨最近幾個月所有你的辦法 都是為了去 幫韓國瑜解決問題嘛 對 這才是最大的 我跟你講你什麼積分都沒有用 積分完一大堆我同而參選可不可以 哇 那就沒有積分問題啦 所以不是辦法的問題 而是人事的問題 他這個奇奇怪怪的批評是誰 就是韓國瑜 韓國瑜騙他嘛 講白的就這麼回事 他會不會幫韓國瑜 如果韓國瑜出現的話 我跟你講保證不會 那如果韓國瑜說你要當副總統呢 他不可能跟韓國瑜合作嘛 他打死也不可能跟韓國瑜合作了嘛 你看他被騙了一次了 騙第二次嘛 他有沒有那麼笨 韓國瑜騙他一次幫他 高雄他有沒有幫到忙 有 有啊 結果他有沒有分到東西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啊 小韓劇還跑去韓國瑜那邊 那個還 真的假的還不知道 對不對 他為什麼不去介入高雄市政府的人事的鋪排 是因為他承諾他選總統嘛 他是盟軍嘛 兩個結盟 我做國瑜市長就變總統我聽你嘛 這是說好的態勢嘛 所以他這個退選的第一個不合作的對象 就是韓國瑜 第二個不合作的對象是誰 就是朱立倫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就有仇嘛 朱 很簡單嘛 吳敦毅要利用韓國瑜去打朱立倫嘛 OK 所以他如果要國民黨內混 他為什麼不退黨 他在國民黨內繼續混下去嘛 對 跟誰合作 吳敦毅嘛 對啊 他一定是跟吳敦毅合作嘛 是 他跟吳敦毅合作是必然的 不然他這個怎麼弄 他很可能他現在不分區第一名嘛 不分區第一名然後當立法院長很順順以成章嘛 是 就還是很大尾啊對不對 對 那個權力在哪裡 權力在吳敦毅啊 那個不是在 那個跟 跟總統搭配五萬 而且 我講坦白了嘛 你今天全國各地的 樁腳 你韓國瑜哪有辦法布得起來呢 每一個地方黨 眾議員總部都成立不起來 你不拼的嘛 好 所以他唯一會合作是誰 吳敦毅 吳敦毅完了就是郭台銘嘛 是 這個就變成外面所稱的反韓聯盟 確實是存在的嘛 所以董事長你的意思是說 吳敦毅到最後真的有可能還是出外選總統 吳敦毅不會出來選總統 吳敦毅會不會來選總統 吳這些所謂的 反對韓國瑜的人 吳敦毅是 第一號大將 因為吳敦毅你那個40萬的造勢是幹什麼 就是警告吳敦毅嘛 是 我炮打 我勇斌自重 吳敦毅我給你攏 你黨中央你不要過規會區區辦出選 我要 奪權選總統 對不對 對 那跟誰奪權 跟吳敦毅奪權 當然跟吳敦毅奪權嘛 因為那個 完全看到了 那個選舉的 候選人的決定權是吳敦毅嘛 是 那他現在是跟吳敦毅合作了嘛 王金平這個態度我不退黨 就是跟吳敦毅走了嘛 所以這個反韓的力道又增加力道 所以這就是前一段談到的韓國瑜自己這個過河拆桥 不斷的增加自己的對抗能力 他在國民黨內不斷的把他的友軍 推到對面去跟他對抗嘛 韓國瑜問題都是把自己人推出去然後變成敵人嘛 韓國瑜非常有 效率的 把自己的友軍跟盟軍 轉變成他的敵軍 韓國瑜最大的天才是做這個事情 然後這個 王金平最後會幫誰 暗中的公開的私下的 當然是郭台銘嘛 這看就知道的事情嘛 因為沒有選項 沒有選擇 只有郭台銘一個嘛 所以這一個月裡面 還有精彩好戲 好我們等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吳董坦大選 董事長我這個標啊 很奇怪剛剛小謝哥在問說 柯文哲的生日是9月17號嗎 不是啦 各位觀眾這個9月17號是這個 總統 登記參選的最後一天 那柯文哲他自己常常講 我那天有去登記就是有要參選 沒有登記就是沒有要參選 他意思就是說你不要給他問了啦 那可是呢 沒有沒有不是這樣喔 他說大家不要給我問啊 拜託大家繼續幫我問 是的 解讀錯誤喔 沒有人幫我問 他一嘴說不要給我問啦 其實是叫 嘴說不要給我問啦 就一直暗 想法中一直暗笑啦 一直幫我問一直幫我問 他都會講真話 那個叫高嘉瑜 喔 高嘉瑜問他說 那你那個台北市長的備案人選找到了沒 他說他沒有找到 然後高嘉瑜問他 他說現在台北比較需要我 欸 這感覺好像又沒有要出來選喔 然後 後來 記者聯訪都賣的時候問他 他自己說 人家跟我說 蔡小英現在怎麼對待親德 以後就會怎麼對付我 我好怕 董事長可以給我們一個解析 一個問題啦 就是柯文哲準備好了沒有 他永遠不會準備好 OK 他沒有準備好 他不會有準備好的一天 所以那總統這個位置 有沒有人準備好 才去選的 沒有嘛 準備了一輩子的人是誰 很多人準備了一輩子 我光 丁手中準備了一輩子選台北市長 那準備了 許信良準備了一輩子選總統 從來沒有緣嘛 可是許信良講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話 大位不宜自取 對啦 所以說準備也沒有用 也無從準備起了 你做的就是你的位置了嘛 就那麼簡單 所以他 上去幹了 人自然會幫你忙 這個位置的特性就是如此 也不要什麼 羅里巴說講一堆有的沒有的 也不要搞什麼科粉俱樂部 也不要搞後援會 我如果調都來了啦 我如果沒調 沒人要接他 這樣不簡單 問題是他會不會選的問題 他有沒有條件選的問題嘛 我認為他是很想選嘛 非常想要選嘛 因為他看了韓國瑜他也瞧不起嘛 他看了蔡曉英他也瞧不起嘛 因為你要知道他從小考試都全班第一名 他什麼都第一名 他第一名的人看 看到那個 看到那個放流班學生是什麼心態啊 他自己常常講耶 如果考試的時候是我最 心情最好的時候 因為我都考贏了人家 人家都追不上我啊 你認為他看得起韓國瑜嗎 當然 不過他有說過韓國瑜是 國民黨裡面最帶種的政治人物 這個在頭上有 在那個殺豬場 殺豬的 給我們都帶種 我看了手我就昏倒 那台低台多用 那帶種有什麼屁用 看做什麼事情帶種 韓國瑜 韓國瑜當然帶種啊 韓國瑜因為那個 利益薪仙 貪戀 充老 就帶種了嘛 就馬上就選總統就開始就把所有的人就過 就過河拆桥嘛 500萬早就準備好了 就是這個 就帶種那個帶種沒有用 那個叫做 莽夫啊 匹夫之勇 沒有智慧的勇氣啊 要有 膽識過人 要有本書 當總統這個要有本事 選總統要有本事啊 是 你看柯文哲現在有沒有選總統的準備 不要談他有沒有準備做總統 他選總統準備了沒有 沒有準備 沒有準備吧 但是他認為 他迷信嘛 他認為天意嘛 天將大人與私人也必須 苦其 苦其心智 苦其心智 勞其精骨 惡其體夫控罰其身心夫亂其所為 所以動心忍性正義其所不能 所以正義其所不能 他就會自己來了嘛 他認為是天意嘛 所以他認為 老天爺會幫他忙 會讓他幹總統 就這麼簡單 然後要怎麼辦 問題 蔡英文出來了 賴清德分裂 然後這個 韓國瑜草包出來了 中間選民 當然有個空間在嘛 這個空間怎麼辦的問題 我覺得 看他目前情況 柯文哲來選總統 再加上有郭台銘的 頭腦跟領導力跟智慧的話 這是很好的組合 柯文哲跟郭台銘合作 這個對台灣最好的總統 他們問題是兩個人沒有人要當副總統 這兩個條件放在一起 郭台銘的本事是最大的 這一組人 這組人來 你不用懷疑嗎 他壯麗那麼大的一個企業 你跟他本人談過一句話就知道 這個有本書 他真的本領很大 他本事大到程度 是目前蔡英文 賴清德 這龜掛人沒有一個人比得過他 是 但是他口才不好另外一回事 本事是最大 毛澤東口才也不見得很好啊 毛澤東口才 比他的文章寫得很好 演講也是 麻麻地也是一般般啊 是 對不對 毛澤東也不是很會演講的人啊 對不對 蔣軍國口才也不好啊 對 對不對 沒有人說口才好 當總統一定要口才好 當然我們鄧雞明很好爛 很厲害 現在目前台面上口才第一名是誰 韓國瑜嘛 對不對 翁羅浩嘛 所以說我剛剛講的 柯文哲口才很好 柯文哲講他之前講得很清楚 他也是口才很好的 會講故事 所以 這是兩個魅力型領袖 一個叫做 韓國瑜嘛 一個叫做柯文哲 但是柯文哲現在的魅力呢 輸給了韓國瑜 你發現沒有 是 看電視台專訪 柯文哲沒有收視率 對 完全沒有收視率 對 韓國瑜一次可以搞40萬人出來 柯文哲搞不出來 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韓國瑜 膽大包天 你知道吧 他隨時可以騙人 他說謊 臉不紅氣不喘 這很重要的 是 政治是最高明的騙數啊 這是誰講的 朱高正講的 對 韓國瑜是超級的 台灣第一號影帝啊 台灣第一號大騙子啊 這個影帝跟騙子 姬醫生的時候 孫中東是嘟嘟好而已 你不要搞錯啦 所以柯文哲現在有一點 黯然失色 你知道嗎 對 膽子小孩不敢騙嘛 大學教授 你知道嗎 對 他講話還是有所本嘛 他講話理論要有論述嘛 雖然他講了一些半身手啦 他講什麼 美國什麼60分 中國55分 那麼亂講的嘛 然後他講到什麼 上海什麼雙神論壇 說要變成 因為兩岸現在之間沒有溝通 所以雙神論壇要從上海 擴大到長三角 然後台北要擴大到北台灣 他說要變成北台灣跟長三角之間的交流 他就是 平台 他就是要隱藏自己的野心 用了一個自己發明出來的論述 就是我要當北台灣的總統 是不是這意思 他擴大地盤嘛 他希望借著這個 舞台 雙神論壇 擴大這個地盤嘛 他根本搞錯了嘛 雙城論壇的定義是由北京來定義的 不是你柯文哲定義的 你搞清楚 上海能幹什麼屁事 是由北京來決定的 你柯文哲 沒得半個屁好放 他還給你長三角 他搞不好給你弄個 變成 上海市政府的一個敏台區什麼什麼 燃金路 搞不清楚狀況 今年不見得給你辦 不過董事長 他算親中 而且他親中親到 有一些 天然獨的年輕人 其實 對他滿不舒服的 柯文哲怎麼可能親中 他講到中國就很軟啊 他在騙嘛 你不聽懂他也是個騙子嘛 虎爛嘛 他是虎爛應付你老公 阿拉你不要給我拉啦 反正 虎爛嘛 他為什麼虎爛你知道嗎 騙南軍的票嘛 他在你年輕天然獨 什麼用 你天然獨你蓋給韓國瑜好了 可是我這次 年輕天然獨這次有小英這個 如果他出來我就投給小英 你給小英然後怎樣你投了下去嗎 對不對 所以他到時候就回來騙你啦 他現在在講雙層論壇的目的 是在幹什麼 他在騙 淺南的選票 你看最近一個民調一個趨勢喔 韓國瑜下滑 對 柯文哲上升 為什麼 對韓國瑜失望的年輕票跑掉就跑回來 年輕票是什麼 難道不是天然獨嗎 不是淺南嗎 不是淺綠嗎 不是中間選民嗎 有效啊 所以韓國瑜一極端話 柯文哲就馬上串起來嘛 所以這個極端話對柯文哲來講 韓國瑜的極端話 對於是柯文哲的大力多嘛 那他一定要講一些 對中國比較 友善的話嘛 比較軟一點的話 要唬爛嘛 騙票而已嘛 他哪裡有 他是選舉策略啊 他真的當總統 他能夠改變兩岸任何事情嗎 沒有 屁事改變不了 我告訴你 九二公司不承認 對不對 你把兩岸關係的基本性質 的政治基礎 沒有建立起來 就跟現在一樣 他說兩岸一家親可以啊 那個是叫做善意 是 那個不叫做基礎 我現在說 阿傑你好 你早 這叫做善意 對 阿傑我們一起來 共同來做一個電視節目 你我出五塊你出一塊 那個 簽一個協議 是 我們這個承諾 因為我們兩個的關係 是表現在 是當中的關係 我們兩個關係要講清楚 這個就可以了 好我現在講說 GOOD MORNING 沒有意義啊 善意而已啊 但是我們是partner partner是什麼 叫做共同基礎 對 所以要把兩岸關係的性質要講清楚 柯文哲講清楚了沒有 從來講過清楚 對吧 會過關嗎 可是他如果要選總統這個就一定要有啊 對 所以他希望要這樣子呼嚨過關 跟你保證 殼皮過不了關 你一定要講清楚 有一句重要的話 你必須要講清楚 這個很簡單 我們是你要是依照中華民國憲法來選總統 是 我們的疆域 我們的憲法相關的規定你要講清楚 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你要講清楚 這一定要講清楚 蔡英文就是講不清楚搞到三年掛掉 被人去親美 搞到現在開始 未來 最近開始 你看到沒有 美國對台灣多好啊 對 今天又承認了說 台灣是一個國家 不是承認 他在一個文件裡面提到 台灣 蒙古 南韓 印度 這些 他本來是把台灣跟這些獨立國家並列 他把國防白皮書裡面把台灣寫成一個國家 是 他就是刺激老共 這個我們有什麼好爽的 這個人家文件裡面這樣寫一下而已 而且國家也很難講 國家用State State就一定是國家 你有什麼好處咧 我們有什麼實際上好處 沒有好處啊 FTA不夠我們簽啊 對 對不對 FIFA不夠我們簽啊 實際上好處什麼都沒有啊 打嘴炮嘛 他昨天賣我們 那個戰車 你開錢呢拜託一下 賣我們什麼賣我們 A1 A2戰車嘛 是是是 那個戰車什麼時候用 攤頭戰的時候用 什麼時候會打攤頭戰 人家敵軍已經登陸的時候 對 我們買了一個到最後要在我們的 金山外海 在我們的台灣的海 海灘上面 本來是游泳的海灘 現在要跟他用戰車跟他在那樣的 大家互相壓來壓去 對 那個戰能打嗎 台灣人會打那個仗嗎 不用嘛 到那個時候就多棒了嘛 股票剩零點 怎麼可能買那個幹什麼 以前國民黨買那個是幹什麼你知道吧 四十年前 打金門的戰爭 不是 國民黨四十年前買美軍的戰車 是要來 打壓民主運動 喔真的 他的美麗島事件後面是戰車要準備出來的 你以為只有 只有天安門 只有老共拿戰車去壓學生 四十年前的國民黨的戰車準備壓台灣人學生 難怪國民黨 國民黨跟共產黨原來是兄弟 本來就是一模一樣的 他們幹的事情從來沒有兩樣的 哪有改變過 那我現在跟 現在買戰車幹嘛 打攤頭戰 攤頭戰 你要不要打 不要 他要登陸 你要打他 反登陸作戰用的 再來就打相戰了嘛 就著名地戰爭 我們台灣以前有一個要總統叫唐永松 知道 他是幹什麼 台灣民主國的總統 然後他跟誰幹 日本人幹 幹到最後在哪裡 他跑掉了 你要不要打嘛 台灣人要打 先決定 沒關係 我也跑了 說好 來 蓋一彎 拼到最後一滴血嘛 任何國家 只要碰到外 外敵 侵入 我們一定會拼 你放心 沒有一個國家會投降 老共只要敢打台灣 我告訴你 台灣人不會投降的 一定會打 但是你一開始 你不要蓋拜託節 幫我多買幾家飛機嘛 東西飛彈 打他比較好嘛 那麼買一些到我們家裡面來打的 是奇怪的東西啊 所以 蔡英文政府 當他買A2戰車的時候 我就昏倒了 我知道這個戰 我們打不過人家 這個是一個 非常 搞笑的一件事情 好 希望這個非常搞笑的戰車呢 還是可以給台灣一些 重要的國防貢獻 我們等一下晚上回來 歡迎回到 吳董談大選 董事長 昨天啊 文明黨的五人小組啊 跟郭台銘董事長見面了 那郭台銘董事長呢 跟他們有一個充分的溝通之後呢 他提出了八點訴求喔 那這八點訴求 肉肉等啦 我們簡單的 把他的大藥講一下 他的 這八點訴求 主要有提到 第一件事情 納入手機民調 跟民進黨一樣 那第二個訴求呢 是 提到 不要互比試 不要影響黨內和諧 大家通通去比對比試 他說百分之百的對比試 的民調 那第三點呢 欸 很奇特喔 就是 被位人選 那這個被位人選這件事情 也就是有被案人選 應該這樣說 就是說 當這個 主要的候選人呢 出什麼狀況的時候呢 下面還有第二個候選人 可以馬上補上去啦 哇這個 提議前所未穩 前所未見 郭董真的是非常的有創意啦 可是有國民黨的中常委就說 這是暗殺條款啊 什麼意思 那把主要的候選人暗殺掉之後 被位的候選人就可以上去了 這個 董事長你怎麼看 郭台銘董事長的訴求 所以他這個 被位人選 這個是一個 很有創意的事情 不知道是哪一個幕僚幫他出的點子 好像國民黨的五人小組說 下禮拜二 他們拿回去內部討論嘛 對不對 那我個人看法 這個被位人選這個事情 這個案子不會通過啦 因為不會通過的理由很簡單嘛 你現在選了 就是他擔心 韓國瑜如果出現以後 因為韓國瑜現在這個情況 看起來 出現 代表國民黨的機會 非常非常大 但是 弱選的機會 非常非常大 韓國瑜已經變成深藍化嘛 對 韓國瑜變成深藍化 現在兩個主要候選人 一個韓國瑜一個郭台銘嘛 你看他的民調嘛 郭台銘的民調裡面有 大量的 屬於 有淺綠的跟中間選民嘛 跟白色嘛 就有白色跟淺綠的 有支持郭台銘嘛 跟剛剛要退選的 王金平的情況 一樣嘛 王金平主要的支持者 在深藍部分很少嘛 主要都是淺綠跟本 本都很少很少 所以王金平如果離開以後 會那個 這個部分的那些支持度 會轉到郭台銘身上嘛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有共同點的地方 也提到 但是因此就回到說 今天就是為什麼他一定會落選 就是他太藍了 他越來越走深藍路線 為了中華民國粉身碎骨 他去了中聯辦 然後他一直在那邊喊著空洞 我剛剛講魅力 魅力群領袖 可是他沒有內容 他說他是一種特殊魅力 叫草包魅力你知道嗎 那草包魅力 在台灣這種有 有一點這種成熟的民主社會裡面 他到後面會變成深藍化 變極端化 極端化的情況之下變成大統派嘛 所以他要當選的機會 微乎其為 應該落選的機會很大 所以郭台銘提出這個想法 如果情況不對的話 把他拉下來換我來選 近政治不可能這樣搞 這樣子搞的情況之下 就是 從一開始就埋下的鬥爭的殺雞 這個表示大家就不會服選了嘛 對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柏台銘提出這個主義 我相信不會被接受 但主義有意義是什麼東西呢 他主要是對比式民調 對比式民調這個是對的喔 就是我們黨內 因為在民進黨的規定 當有黨出現明確候選人的時候 我們就採用對比 不用互比 因為互比沒有意義了嘛 要酸鹽嘛 不是在黨內殺嘛 是要跟國民黨殺嘛 所以他要 建議 100%對比喔 這個是對的 然後這個很容易成功啊 為什麼成功 只要主要候選人同意啊 就可以同意啊 雖然黨中央有定的規則 但他這個也不會成功 委譽在哪裡呢 因為這裡面有一個埋下 這個候選人裡面有一個叫周錫瑋 你知道嗎 周錫瑋是韓國瑜的暗裝 周錫瑋參加這個選舉是來幫韓國瑜當暗裝的 他不管是什麼東西 所以周錫瑋一定會反對 那周錫瑋反對這案子就 就沒搞錯了 所以郭台銘 提出來另外一個 手機民調 這個有意義 是 手機民調對事實會不會改變 不會改變 但是對郭台銘的年輕支持度 大有幫助 是 他是第一個提出來要 讓年輕人充分參與的嘛 因此他這個新聞一出來之後 年輕人的支持度會增加 不管有沒有放進去民調 郭台銘 他當時年輕人 其他的人 在韓國瑜說尊重嘛 你看到時候一定是周錫瑋反對 我現在講到前面 然後這個 八點訴求 沒有任何一點會通過 知道吧 沒有人會自己接受 但是郭台銘要思考一個大問題 我覺得 他是不是要考慮也要學王金平 退選了 他推出初選了 但是這個時間點太早 應該要到最後一個禮拜評估看看 因為目前 目前因為現在郭台銘很不利嘛 郭台銘是唯一國民黨會勝選的候選人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可以拿到中間票 對 郭台銘是唯一可以拿到非國民黨票的候選人 但是在初選裡面 會被那些極端主義派的深南的大同派幹掉 對 這是很吊詭的一個事情 是 對不對 這是非常吊詭的一個 會贏的人 但是在黨內會輸 民進黨是不是一樣 賴清德 勝率是比較高 對 但會不會出現 不會 不會 這就是一個兩黨的結構上的現實 這不是國民黨才有的 所以郭台銘 到最後一個禮拜 如果還不能夠勝的話 我建議他應該要考慮 退出國民黨的初選 為什麼呢 不可能 他那個個性怎麼可能 他一定打到最後 輸掉再跟他幹到底 因為郭台銘現在按照對比式民調 其實 他 他比韓國瑜要高 現在已經是平手 用對比式民調已經差三個百分點 那你認為在一個月裡面 他拉回來兩個百分點 他就贏 那麼簡單的事情他做不到嗎 他是做得到的 但是國民黨現在的遊戲規則 會讓他做到嗎 我覺得吳丁毅太無能了 所以吳丁毅如果有能力的話 這個事情就會實現了 因為這裡面還有 所謂的民調的樣本問題 民調公司提供樣本 樣本誰提供的 搞不搞韓粉搞的 所以郭台銘要小心一點 不要被搞掉了 好我們希望 郭董市長有聽到 吳董的意見 好我們等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吳董談大選 歡迎回到吳董談大選 我們來到吳董 給你問這個單元 吳董在你問 我們現在馬上就來看 我們今天 在網路各地 搜尋到 想問吳董的問題 第一題 董事長 這位是這個 打臉名嘴粉絲專業的 賴明俊先生 他在問能源政策 他說 能源政策在這場總統大選 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台灣的電力真的夠用嗎 答案是台灣電力不夠用 掛了 這是第一個結論 然後蔡英文的 執政三年來的人員政策 徹底失敗 也掛了 失敗原因就很簡單 就是綠能 我們的機載電力 一定有幾種選項 這個選項一定是 核能 火力發電廠 還有LNG發電 只有這個才是機載電力 對 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把綠能來 嘗試 編成機載電力 這個台灣的荒謬 很奇怪的一個事情 就是民進黨的神主牌 就是要配合了 搞成今天這樣子 人員政策 人員政策在總統大選裡面 扮演角色是什麼 其實這裡面談到是另外一個政策 就是經濟發展政策 我們的經濟發展政策 已經到瓶頸了 講得太好了 經濟發展政策現在完全沒有政策 只有郭台銘一個人提到 要用中美貿易科技戰爭 形成的產業戰爭 等於說 全世界進入的第四次的產業革命 全球化產業革命 要做一個供應鏈重組 在供應鏈重組的情況之下 台灣變成一個 重要的供應基地 供應基地到底發展是什麼樣的方式 是屬於生產性供應基地 還是屬於 半導體 還是屬於軟體 這個他是整個大戰略 這個大戰略要以美國為核心 領頭羊 要把日本 跟台灣 跟中國大陸 這個 再重複一遍 美國 日本 台灣 中國大陸 四方面 串聯成一個 新的一個產業供應鏈 這個新的產業供應鏈裡面 當然我們有新的人員需求 今天你們看到一個新聞很重要的 台積電對中國大陸的投資停擺 停止了嘛 藍金廠停止了嘛 停止了那產業要去哪裡 去美國 去美國嘛 對 那將來他們會不會持續投資 一定有機會嘛 那好 不要講 我們只要幹一個 台積電這種廠 我們的人員消耗有多大 很大 非常恐怖的人員消耗 我現在告訴你 他高耗能 又高耗水 對 這是美國不做 不做金圓廠的原因 是 所以說我們不是金圓廠 我們可能還要再發展出來跟三星對抗嘛 因為三星也全面撤出 中國了嘛 對 已經把他在 中國的最後一個手機廠就是在惠州 關掉了嘛 關掉了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是不是一個 以美國為主的一個全球的供應鏈開始要重組了嘛 是 重組我們的敵人是誰嘛 我們要跟韓國幹嘛 是 我們要跟韓國拼嘛 那我們是要把日本 美國 日本 台灣 包括中國的一些的 資源 如果 下一次選出來的總統 是一個能夠讓 中國跟美國都能接受的總統的話 這個產業鏈的重組 我剛才講到美國 日本 台灣跟中國 四個國家形成一個產業鏈的重組 在台灣 就會得到非常大的利益 但這個利益得到的時候 我可以跟 明確的告訴大家 其中有一塊叫做 半導體的發展策略對不對 對 半導體發展策略的情況之下 台灣能源夠不夠 一定不夠 掛掉 這就是蔡英文的德政 把台灣 未來發展 半導體的可能性到現在為止 打掛了 要重新建構 哇這個講得好清楚喔 我希望 賴先生聽到這一段的話應該會非常的滿意 董事長的答案 來我們來看第二題 來 這位呢是來自PTT正黑板的版友 Nega Trump 他的問題想要請問 董事長對於高雄現在正在醞釀罷免韓國瑜 而且 昨天的民調 說有六成的高雄選民想要罷免他 董事長 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六成高雄選民想罷免他的這個 主持的記者會 是由民進黨高雄市議會黨團主持的 康玉成嘛對不對 我看到了 這個 這個 前議長 所以 這個高雄這個記者會的公信力 我持保留態度 我覺得六成的高雄選民 不贊成他選總統是有可能的 如果六成的選民要罷免他的話 那他根本就總統不要選了 是 所以我認為這個 第一個 韓國瑜在高雄 會變成爭議性人物 他不得人望 這個都對的 但支持度 形成 所謂的五五波的對決 這個可能性在 但是我對高雄人有六成要罷免他這個事情 我非常保留 因為他還有那麼強的人 人氣 是 你看到一個人很簡單 我們看到的黃國昌老師 是 他被罷免的結果 很清楚 對 他被罷免的結果 結果民調一出來的話他也是掛 這兩個是互動的 沒錯沒錯 他的被罷免 跟民意支持度 跟民調的數據 三個事情是 連在一起的 連在一起的 他是有互動 互通性的 那目前看起來 韓國瑜在高雄民調沒有到這種被罷免的程度 罷免實在是很慘的一件事情 而且是一個不合理的事情 他做這麼爛 為什麼罷免他不合理 罷免這個法律本身 我是持保留的 因為我們為什麼要四年選一次 四年選一次就讓他做到完 這是剛性任期 你用新的民意 而且你是一個否定民意 是 因為否定的民意 並不是一個贊成民意 那你罷免的時候有沒有選舉 沒有 剛才改選不就結了嗎 對不對 所以罷免這個法律跟我們的選舉的精神上 基本上我認為是有充服的 這個是一個 全世界好像很少有這種 罷免 市長的 這種國家 我詳細不記得 這要問一下學者 我不是這方面的 學者專家 但是我記得好像有罷免這個 政治的規定的 法律 的國家並不是很多 因為這個在 在這個政治科學上來講的話 不是很科學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這個 PTT這個版有 基本上會對 韓國瑜有一定的這個叫做 BIOS 就是大概有一些偏見 會有一些 定見 那這個定見跟事實我覺得會有落差 韓國瑜 有些有可 可受公平之處 韓國瑜有很多問題 但是有關罷免這件事情 我覺得高雄人要醞釀這個的意義不是很大 倒不如說 去鞭策 今天高雄市議會的議員 好好的執行他的代議權 他的在議會 你看到全台灣 現在最因為韓國瑜的關係 高雄市議會的質詢 變成大家 眾所矚目 眾所矚目 他的報導 洛陽指揮 那高雄 議會的民意代表 包括 國民兩黨 現在講民進黨 在野黨 你認為他表現得好嗎 沒有印象嘛 對 很爛嘛 對不對 韓國瑜做那麼爛 高雄 民進黨的黨團 做得更爛 只會做新聞 屁事幹不了 所以要去 要求高雄市的民進黨的議會黨團 好好過加油 差太爛了 是 好我們來看下一題 董事長總是有非常新鮮的看法 好來 第三個問題 這個是正黑版的版友 LEDG 這是在正黑版長期 關心政治的版友 然後他的問題是說 關於昨天李嘉芬接受保潔的訪問 您的看法 首先我要先表態一下 我是保潔的固定來賓 但是因為最近我主動跟保潔請假 理由很簡單 我認為說不要讓他節目產生尷尬 因為目前我是台灣第一大含黑 他們那個節目本身 我不要把他節目去搞得混亂 因為他們節目基本上是屬於比較 屬於有含的節目 或是比較中性專業的一個節目 因為我這個 這個形象的非常的突出 會把他節目搞得有產生誤解 所以我主動的請假 那我昨天有看了李嘉芬接受保潔的這個連線訪問 就是非常遺憾的一件事情 劉保潔的新聞專業 應該在當時 問他一些比較 尖銳而直接的問題 就一個問題 就是 韓夫人李嘉芬 女士 你能不能夠 幫 或是你願不願意 幫 這個韓市長 對所謂的新莊王小姐的分文案 出來 保證 背書 一句話嘛 這句話沒有問嘛 所以他變成一個公關 沒有啊 林嘉芯有講啊 林嘉芯在旁邊 林嘉芯是誰啊 林嘉芯是一個雲林的菜範 蔡龍 他跟李嘉芬什麼關係 好像他們好像很好 好 好 強強國也很好啊 是 謝寒冰也很好啊 很好的人多都很 李嘉芬本人在全世界的政治夫妻 總統夫人 希拉綠 做例子 碰到了克林頓的這個 這個魯雲斯基的案子的時候 對 有沒有開記者會 他怎麼講 他保證啊 他的夫妻之間沒有問題啊 他幫克林頓背書保證 對 對不對就那麼簡單 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問他 一百件事都沒有用 你有沒有去問什麼去 去什麼研究 巴拉松 他要談巴拉松 拜託 寶傑怎麼去談巴拉松 你要問他說 你老公的褲擋你管好了沒有 跟巴拉松有個屁關係啊 褲擋不會用泡巴拉松嘛 不是褲擋靠維爾綱 不是靠巴拉松 大家搞清楚嘛 這個是很簡單的科學問題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 李嘉芬昨天那是公關採訪嘛 對不對 那簡單就是 李嘉芬昨天也沒有主動而勇敢的出來 幫韓國瑜背書保證嘛 這是大家看到的一個結論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就是還換言之講 這個 這個李嘉芬 昨天對韓國瑜裤當裡面的產品沒有做任何評論 這才是昨天 訪問的 最大特色 他們去訪問的巴拉松 討論的林榮耀 而沒有去討論維爾康是最大錯誤 好 董事長總是有非常新的看法 好以上是我們今天的 武董 我們每天呢在正黑板 還有各大粉專 如果你有問題 想要提出來跟大學有關 也歡迎你到上面這些地方來提出你的問題 那我們會選出你的問題 我們會選出你的問題